红达电跟苹果的智慧手机专利之争 上演全球大和解 而这也是苹果首度跟其他公司联合发表声明 在红达电跟苹果的全球和解协议当中 双方还签订为期十年的专利授权契约 也就是说涵盖了双方现有 以及未来所持有的专利都可以互相授权使用 后天荒苹果时尚头一遭 和其他公司发表和解声明 而对象就是红达电 协议内容写到双方所有的专利诉讼 统统撤销并签订十年的专利授权契约 专利授权范围涵盖盖双方现有 与未来所持有的专利 内容均保密 这项协议是由红达电执行长周永明 和Apple执行长库克 以平等互相尊重的方式协议出来 之后双方专利可以互相授权 周永明表示HTC对于和Apple达成和解 感到高兴 HTC得以更专注的在创新 而非诉讼 Apple执行长库克也表示 我们很欣慰地能和HTC达成和解 会继续聚焦在产品创新 打开简讯 只要轻轻一点 蓝色字体就能自动播出或收发email 就是这一项使用者界面 裁定红达电侵犯苹果专利 凡是拥有这项功能的产品 今年四月前都得退出美国市场 双方诉讼大战 从去年延烧到今年 而原本十一月底 美国法院将揭晓宏达电与苹果的诉讼中判 现在也在双方握手言和下一笔勾销 近来宏达电股价再探194元新低 股价能不能因此回稳 外界认为还是要看销售表现才能做定论 但起码能够消除一项利空因素 中间新闻中华报道 下期见了